貓對那檔視比較沒興趣是真的 那狗就特別有興趣 不是 可是臉不是很詭異嗎 你那床坐到一半 然後貓就這樣看了 因為像我們家的狗 從六個月就來我們家 然後都睡床 所以那個床 牠已經非常習慣 然後你說 如果有什麼親密行為的時候 那狗 你會說你怎麼不敢到客廳去 沒辦法 那你就不要坐了 有這麼久嗎 五分半 然後就吵架玩家 因為那個狗 牠會在外面抓那個門 對 你整個會搞到很噁心 後來想說反正狗也不懂 人情世故嘛 讓牠看就讓牠看 也不會怎樣 只是有時候比較尷尬 是正當那個的時候 牠會圍著你團團站在 好像在暴襲一樣 然後忘了 被爬到你身上 也太尷尬了 還不少就這樣子 對 生日秀 那久了 妳也就習慣了 對啊 所以人潛意識裡面 有被虧狂 只有你 我們沒有 孩子需要很安靜睡覺才醒話 那該怎麼辦 那夫妻之間怎麼那個對不對 對啊 還好 因為我一般 我是很能夠把持自己 重點不是很不適合的 B房間啊 去個B房間就可以了嘛 其實真的沒有想要停這麼寂寞 對 有小孩以後 那方面的事情 真的就要挑時機做了 通常只要小孩一在 就沒辦法了 所以大概前前後後 至少在念幼稚園之前 在念幼稚園之前 其實就很難 都要等那種 好像每次都在幹嘛一樣 就是很緊急 品質也不會好 你緊急確定是被迫還是 被迫 我平常抽兩人在壓的 我會不行嗎 少在那邊 一個銅板是敲不響 兩個銅板是響叮噹 對不對 如果說沒有女生在那邊響 男生為什麼會 響叮咧 而且不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嗎 一個巴掌拍不響 對 兩個巴掌響叮噹 差不多一次 所以男生都一樣的時候 掌 掌 掌 通常女人都不理智 男人講實話以後 女人就會翻臉 所以每次都是一個吵架的那個 極緣 妳根本就不敢說 我覺得可能講話的那個方式 比如說他可能會說 你看那個腿那個長不長 超長超辣 這誰不會生氣 但是如果你可以在後面 再PO一個另外一半 小姐 你不要問這個腿怎麼樣 我為什麼會回答超長超辣 就是你問的問題啊 你如果今天不要問 問這個人的身體狀況 我們今天就不會吵架 妳又愛問 又愛生氣 誰問他身體狀況 妳不要吵架 妳想要賣我舒服啊 可以嗎 身體狀況幹什麼 所以你們女人就是 又愛問 又愛生氣 又怪男人不好 不是 那你們 我有事嗎 你們回答就有問題啊 那我應該不要回答說 她腿超短的 我要這樣子 沒有 你可以老實說 比如說這個女人的腿 真的很辣很長 但是寶貝我就是喜歡你啊 我覺得你怎麼樣 我都愛你啊 這種話我不是沒講過 講過要問老婆說 你屁啦 你不會騙我啊 你故意在那邊講好聽話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很難耶 很難耶 我覺得聽起來 是你們兩個個人信用問題